《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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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憤怒啊什麼的 到最後 開始看開這一切了 對啊 你看他頭髮也有一點染白啊 有鬍鬚啊 感覺起來就比較不一樣 歡迎收看觀影海天王牌 大家好 我是吳尊 所以我覺得工作也好 不管演戲也好 唱歌也好 還是說感情生活也好 因為現在是有家庭 對 你是需要去維護和支撐的 那維護的這個前提就是希望他保鮮 所以我覺得吳尊的這樣一種精神特別好 就是你一直會讓自己有一種 就是好奇感 新鮮感 讓你的愛情保鮮 讓你的演藝事業保鮮 讓你的歌唱事業保鮮 對 是不是 我是這樣理解喔 保鮮 其實我 其實在家庭那一塊呢 其實都是一樣 沒有什麼說實在樂 一直要 一直要有那種新鮮感啊還是什麼 沒有那一種 我覺得家庭就是很簡單的 你知道很簡單的這樣子過生活 很簡單的幸福 不是那一種好像一直在追求什麼幸福感 沒有我覺得我覺得我自己的家庭生活就是簡單就是幸福了 對我來講 對那可能在事業上啊 你可能你才會想要追求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對因為事業跟家庭不一樣 對 那在家庭生活當中你會去就是做家務啊 會去做一些家庭的琐事嗎 我從以前在澳洲讀書的時候去開始做這些東西了 比如說煮菜啊 大理家啊 洗衣服啊什麼的 對 什麼都做了 對 所以你是好男人 我不錯 你看有網友就說到了 你看 這位網友 來自於天津 他說文萊一大帥哥 你好 很愛你 超級喜歡你 其實我覺得無尊 留給我們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帥 你喜不喜歡別人誇你帥 當然是不太喜歡 沒有啊 除了帥還有其他東西好誇的 對 沒有啊開玩笑 我當然是覺得說 帥這東西就是天生的嘛 那我自己也不會因為我 比如說長得比較帥啊還是什麼啊 而覺得驕傲 因為我覺得這沒什麼好驕傲 因為這是天生的東西 那反而我比較想要 希望得到認可的 當然就是自己的一些態度啊 自己的精神啊 比如說工作的態度什麼的 這一類 你的精神和工作態度是什麼樣子 工作態度喔 比如說我在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會 我覺得就是 不想要有遺憾嘛 我做什麼東西我都希望可以盡力去做 當然有時候你不能做到一百分 因為 因為你自己的生活上有好多東西要照顧到 可是每一樣你都要盡力去做了 對 但是我覺得 對於天秤座的無尊來講 他是喜歡去均衡的 每一樣都會覺得我要做到這個樣子 這樣子不足我會覺得不夠完美 沒錯 對 所以你想他完美 我沒有一定要完美 沒有一定 因為說實在的 比如說在我的園藝圈這一塊 假如我要完美的話 然後我就會停下來一年一年放不拍戲 我會一直追求更好 因為 機會很多 對 可是我是希望可以 完美的平衡 對 完美的去平衡 對 而不是完美的再一樣東西 對 因為很難 對 因為你生活太多東西你想要照顧到 對 這種性格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天秤座是最會做人的 就是跟所有的這樣一些合作的夥伴也好 演員也好 導演也好 他們會覺得 無尊跟人相處會很舒服對不對 沒有我覺得做人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不管你做什麼東西 你都希望可以達到雙贏的一個狀況嘛 我覺得做人不是只有自己 我覺得做人就是要大家一起好 對啊 所以做什麼東西都盡量可以雙贏就雙贏 那這部片子的話我覺得 邀請到無尊來做一個主演 王朝的女人楊貴妃 你想想看 他會選擇在這樣一個暑假當期 是不是意味著 因為無尊他就是全民的偶像 會有很多的一些就是 小女孩會很喜歡會追 完了之後他會想 哎 暑假放假了 我們去電影院 我們看我們這個電影 會不會有這個預謀 當然就希望說年輕人也可以去看 因為可能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對楊貴妃的故事也不是很了解 那可能看了這部電影呢 他們可以更加了解一個 中國很有名的一個故事嘛 對 對 就像我不太了解 但是無尊上了我節目之後 我覺得一定要去看喔 了解一下 對 因為看這個介紹是很好奇的 因為那種愛情 要跟爸爸去搶這個女人 對那種掙扎 對 假如真的發生在你現在的生活這樣 你會怎麼樣 好痛苦耶 對 對對對 只會覺得這個父王太霸道了會覺得 以前的 以前以前的那一種 封建觀念吧 就是這樣子 對 像他也可以有幾個老婆 那他老婆也真的是去祝福他說 因為我喜歡你所以我祝福你 對 對啊 可是現在的人很難做到這樣 對 對 因為過去的人是一種封建觀念 嗯 其實我會覺得 過去的封建觀念是 父親他會覺得 孩子是他的附屬物 啊 他會覺得你要聽我的 聽我的安排 對 然後你的老婆 那我喜歡 父王我 他王嘛 那我也要喜歡 對 這種霸權 生活當中無尊 你會不會這樣子 會有覺得 我的 會不會這樣子 不會啊 我假如是 是我 我沒辦法這樣子 就 把我的 妻子讓給別人 對啊 我覺得是不會 可是 對啊 我覺得 這個電影就是這樣子 從我一開始 因為我在裡面是演蠻年輕的 就是大概二十一二歲了 對 從一開始不懂事 憤怒啊什麼的 到最後開始看開這一切 對 所以就是有那個轉折 對 你是怎麼看開的 因為二十多歲的時候 是最叛逆的時候 然後慢慢的 當你去接受 父王 要去爭奪你的女人 你是怎麼樣做到 這樣一個思想的轉變的 我覺得就是 因為 身邊的環境啊 對啊 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 媽媽都可以去接受 爸爸去娶她了 那我是兒子的 我是不是應該也 你知道嗎 應該也要去接受這件事情 對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 我覺得 慢慢時間的累積 你慢慢的去開始接受 她也不是一開始就接受 她也過了一段時間 她才接受 對 就是慢慢會懂得 時間會告訴我們 因為剛開始還是會有點叛逆的 就包括我們自己 生活當中的 我們也是一樣的 二十多歲的時候還是很叛逆 對 因為有時候你發脾氣的時候 你可能會講出一些 很不好聽的話 可是過了一陣子 你就開始 算了啦對不對 都會這樣子 你會發脾氣嗎 我會啊 誰都會發脾氣 只是說 不太喜歡發脾氣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發脾氣不好 不好 發脾氣讓人家不開心 發脾氣傷身體 對呀 也傷身體啊 然後總有辦法去解決的啊 我覺得 所以盡量不發就不發 哈哈哈 那你怎麼樣解決 如果真的看了一些很憤怒的事情 沒有辦法了 沒有啊 我覺得 我覺得 不要 像我覺得像藝人 有時候你也會有那一種 像比如說記者啊 還是網友啊 寫一些不好聽的話 嗯 這個東西就是 不要讓這些東西 影響到自己嘛 對 最多你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我覺得不要 不要就是 抱著一個 非常悲觀的一種心態 去面對生活吧 嗯 就是要樂觀 陽光 對 陽光 樂觀 然後這樣子 身邊的人也會開心一些 不然的話 你每天在那邊臭臉 身邊的人也 也不開心 對 所以這跟你 你愛運動也有關係 因為是陽光運動型的 可能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對於很多那些網友 他們很關注的 來看看我們這些問題 這個朋友說 喜歡你10年了 江蘇的一位朋友 哇 江蘇的網友說 你的粉絲 喜歡你10年是什麼概念 可能那個時候還很小 到後來慢慢 長大長大 有啊有啊有啊 對啊 就是他們 國中 然後到現在已經 畢業了也有 對 很感激他們 對 假如沒有他們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 在演藝圈待這麼久 對 就是有他們的那種支持啊 他們給我的那一種 鼓勵啊 愛啊 你才有辦法去 去 越來越有那一種 你知道嗎 那種 力量 對 力量 勇氣吧我覺得 因為演藝圈其實就是 比較起伏不定的 你的人生 不是由你所掌控 但是正是有這麼多的粉絲 就是他在旁邊去擁護你 對對對 有時候有時候你會看看網友的互動會 真的 當然你的 當然好像你的粉絲 都是誇你的 有罵你的嗎 也有一些會罵 對啊 一些就是可能比較直接的 他們也會罵 然後一些比較成熟的 他們也會給你意見啊 都有 對 然後我都會去看他們 寫給我的信啊 留言啊什麼東西 對 對於粉絲來說 就是支持我們偶像他們的作品 那這次暑期盪的這部電影 王朝的女人楊貴妃 那當然 《無尊待》這個劇當中演的是獸王 而且呢 這個角色跟你以往的 古典人物形象的角色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之前演過的古裝戲 像景一衛啊 像楊家鄉這一類 都是大的 動作片 還有間諜也是 間諜也是 對 然後大舞聲也是 可是這一部呢 其實他們的focus大部分 都在感情文系比較多 對 所以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有點感情糾結 糾結 對 然後導演也比較有藝術一些 對 對 蒼蠅 我覺得很有藝術感 那拍出的人也應該是很唯美的吧 整個人的感覺 畫面很大氣的喔 看到嗎 對 看照片就覺得好漂亮耶 你看 這是黎明嗎 對 一點都不像耶 劇照 因為有鬍鬚啊 有鬍鬚啊 我覺得黎明給人的感覺是很溫和的 但是 他在這部劇當中 他會演一個很霸氣的 對 因為他 對啊 你看他頭髮也有一點染白啊 有鬍鬚啊 感覺起來就比較不一樣 會很兇嗎 在劇當中 也有兇的 是喔 對 好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我們熟悉當中的這部電影喔 那這部電影 你覺得最大的這個賣點是什麼 最大的賣點喔 最大的賣點就是 我覺得有很棒的團隊嘛 然後再拍一個 中國很有名的歷史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 大家應該支持一下 對 大家一定會支持我覺得 而且支持中國的歷史 而且對於古裝來講很不容易 因為他是文來人 沒有不只我 我覺得全部劇組的人 都很用心去拍 對 然後都 你都可以看到說每一天 他們的那一種 用心啊 努力啊 熬苦啊 對 因為說實在的 現在可能古裝片不是很 像之前這麼的受歡迎 可是大家就是因為有這個夢想 才要把它拍出來 然後就 你知道嗎 大家就一起努力 你一直會將古裝 借信到底嗎 要這樣子下去的話 不會 不會 現在可能想要演 時裝 對 因為可能 連續拍了 我覺得五個古裝電影 你就會覺得說 想要變化一下 或滿有 對 因為身邊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你很適合演時裝啊 為什麼不要演時裝 對 那我也覺得說 因為我之前是想要去 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對 所以現在有在看一些劇本 對啊 因為 無尊者的感覺 形象 用我們這邊的話 陽氣你知道嗎 陽氣 就是 陽身上的氣味 沒有沒有 時尚之氣 時尚 陽氣 我們叫陽氣 OK OK 對 古裝是要很古典的人耶 對 那你 古典 就是我看過你很多的一些古裝造型出來之後 很像這種感覺 因為鼻子很高 而且它有點陰溝耶 就是會覺得好像有點穿越 會不會覺得自己覺得還能接受這個 其實我沒有去 CARE太多我的造型 造型沒有CARE 對 不會想那麼多這些東西 因為 你知道你綁一個頭條就等你好像是光頭了 對不對 就是好像整個 對啊 綁到貼貼這樣子 然後眼睛也被拉 對 對啊 好 今天很開心 吳孫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和大家分享了這部劇 不要忘記在暑期盪的時候去支持我們這部劇好不好 謝謝吳孫恩 謝謝 謝謝